師父 我們當家師父 還有常駐法師 我們這些先進同學 我來自台中 我姓洪波松 這一次的殘期 我感受很深 為什麼 因為說真的 我也沒有學活多久 幾個月而已 就來參加這個殘期 我真的有一點不自量力 因為我根本就不曉得殘期是什麼事 所以說我這次這樣冒冒絲絲的來 但是在整個過程裡面 我雖然身來講 我應該算是吃盡了苦頭 那心呢 事實上我還是發喜充滿 大家聽了可能會認為說很矛盾 為什麼 因為身這麼痛苦 你心還會發喜 奇怪啦 對不對 事實上不奇怪 因為我第一天下來 我們的斷食 我斷食這些課程來講 斷食對我來講沒有問題 是OK的 但是糟糕了 靜咒那麼久 我不曉得 一咒要幾乎只有拜佛禮佛的時候 我最享受啦 其他的我真的都很痛苦 修本針也要做 靜咒本來就要做 那所有都在做 那對我來講真的是受不了 但是雖然身體這麼不舒服 腳這麼痛 但是呢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下來 每一次到五點多下課 我都去外面走路 我一直在想一件事 你曉不曉得我的心情是什麼樣 可能沒有人會想過 因為我滿心的羞愧 為什麼我 人家我前面坐的 這些師兄坐得很安穩 然後我在那邊動 在那邊拿躺 真的坐不住啊 我一天到晚在那邊換腳 到第三天晚上我想一想 這樣光羞愧也不是辦法 應該想看看有沒有什麼方式吧 所以說禮拜四那天我就 第一次鄉 我就準備了就想說 我要好好來觀察 我到底問題出在哪裡 所以我看到我自己 在哪裡呢 腳痛 也沒有那麼痛啊 但是我心一動的時候 哇 那個痛就加倍了 那個程度真的是累進的 讓我受不了 我後來我曉得啊 我安撫我的心嘛 叫它放鬆 忍耐一下嘛 不要再動啦 心不要動 我腳就不要那麼痛 就這樣子度過禮拜四 那個第四天 我過得滿愉快的 第四天我就比較舒服啦 但是第五天呢 又回來了 心又不聽話 到第六天我真的有一點懊惱 第六天早上一到早三點就起床 我躺在那邊 我在想 到底是出了什麼問題 我一直在想 到最後讓我發覺到 我是怕靜坐 我每天要靜坐我都怕 對啊 我心態就不對了 因為我怎麼會去怕靜坐呢 所以後來我那一天我就想 我發覺我為什麼看到我怕靜坐 因為我每天在外面逛逛逛 逛到時間到了進來 進來以後在那邊坐 沉醒 坐很久 坐到時間到了 我才準備來上座 為什麼 因為我想說 我看能不能再上座這一段時間 我才能掃動一次對不對 這種情況之下讓我熬過了 第六天好了 當然可能像師傅講的 後期是斷食有效 後期是我已經比較柔軟了 後期有這個心態改變了 我也不曉得到底效果在哪裡 但是真的是改善了 禮拜六 第六天 第七天到今天 我做起來就比較舒服一點了 但是深的痛苦是真的 但是心的也滿耶 心的滑起充滿 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來古元寺 我讓我有很多的感動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 我看到這個環境 我們的佛堂 我們的大殿 各方面這些建築是沒有話講的 但是最讓我震撼的是 整個試驗耶 沒有山門 沒有圍牆 沒有籬巴 我倒是第一次看到這種事 我一直在想 開山的師傅 還有我們的住宿師傅 他們胸懷大到這種程度 都不怕人家怎麼樣 對不對 那同時也看到說 因為你沒有圍牆 沒有籬巴 所以整座山都是古元寺的 跟我們的人也一樣 我們都把自己 我的 我手遊的 所以說也把自己畫地自現 古元寺沒有這個做法 一般的試驗它是籬巴圍的牆 圍牆是高高的 所以沒有圍牆也有籬巴吧 它都沒有 這個是讓我非常感動 非常震撼的一個建築物 而且一個園區 這個第一個感動 第二個感動是我們的支持師傅 真的 我不看到它 我真的想哭 它是真的讓我感動 真的看到一個真的有空泛的修行者 它讓我看到真正一個修行者的風泛 謙卑 修行非常有內涵 更有內容 再來它的文化氣質 竟然有那麼高 我沒有看到 胸懷有那麼大 真的讓我感動 我還沒有見過這種對象 我雖然看人不是很多 見師傅不是很多 但是讓我看到我就非常的感動 我還沒有看過一個出家人 真的他那麼自在那麼快樂 這一點真的讓我一直 也在思索這些事 為什麼人可以這樣子 這個是我把它當成一個學習的對象 這個是第二個感動 師傅 我幫你補 我幫你補 我幫你補補 如果補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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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幫你補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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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 嗨 嗨 嗨 它都在搓頭上 我們有時候都會認得說 哇 這個真的是 因為我們的師父是這個樣 所以帶出來他的文化也是這個樣 我相信也不會太離譜 第四個就是我們最優質的大寮 不要吃過那個好吃的素餐 尤其水果 有時候真的讓我非常的感動 最後一個感動是什麼 是我們有一群非常優秀的這些志工 我雖然腳很痛 身不舒服 但是我每天看到這幾個目 讓我心就會惠心的一笑 你說我是不是真的發喜充滿 發喜充滿歸充滿 但是我呢 我在這裡真正讓我確認了一條 就是我要找到修行學佛正確的道路了 讓我看到了真正的正法 也讓我知道了什麼叫做饒育眾生 饒育眾生是不是也是一種布施 但是我们一般在说布施 差不多都停留在财师法师五位师 我倒是没有听过说布施还可以这样子 我们跟一些钱帮帮一些人 替人多想一下 这些都法师让人谈不上 因为我不学我没有学过法 所以谈不上法师 但其他的还可以多少做一点 但是饶意众生竟然可以毫不保留的 全部回向给法界的那个众生 这样子 这如果布施来说这就真的大胆了 我们平常那些布施算什么 所以说这一点也让我清楚了 那个最后我要跟大家讲 这一趟的禅期下来 让我今后所有的医生不会离开修行 学后这条路 我的分享到这儿 师兄分享很赞 所以最后那一句话是非常重要的 欢迎师兄下次再回来禅修或共修